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现在录音时间是礼拜三早上的10点10分 又涨108点 又起100空八点 目前在今天的高点 昨天晚上美国股市继续涨 道琼涨558点 纳斯达克涨3.9% 费城报告提涨4.4% 美国疫情越来越严重 很夸张 已经快50万人了 我们上礼拜在谈的时候 才多少 才四十几万人而已 几天而已 已经要破50万大关了 很恐怖啊 可是 疫情越严重 股市越涨 那川普急着要恢复经济 所以已经发布了有几个周 在5月初就要开始恢复正常工作 能够恢复正常工作 但撇开疫情不谈 如果能够恢复正常工作 对于总体经济来说是好的 所以昨天欧美股市大涨 欧洲就没有那么强 你看昨天欧洲英国这持续下跌 因为欧洲英国疫情也是很差 那德国控制的比较好 法国昨天也不强 那今天亚洲股市的部分 没有因为美国涨而跟着涨 反而是普遍呈现小跌的 因为亚洲股市昨天已经提前涨一天了 今天美国的电子盘 道琼是跌134点 那达克跌了0.4% 那台北股市台子期结算 外资持有净多单 一万四万三千多口 所以今天这种拉高结算的态势很明显 那你要记得我给大家看这个东西 行情涨固然大家都很高兴 我们也很喜欢 可是危机意识你还是要有 我们来看一下量的分配 从量的分配上面可以看到比较清楚的东西 我把计量图的部分给大家看 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参考的帮助 这是台北股市量的分布 这是台北股市量的分布 这电脑在卡 这是年的计量图 这是年的计量图 在连续四年的计量图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从哪里 这是去年的 这是前年的 去年的大量从哪里开始 从一万零三百五十点开始 就开始进入高档的套牢区 那第一档这里是真空 这段是空的 是空白的 空白代表它是一个真空地带 那从一万零三百以上开始进入连续三年的大套牢 所以航行涨固然高兴 可是危机意识一定要有 因为已经开始要进入大的套牢区了 所以涨幅五十%以上的股票 不要再去追高 相对是比较危险的 这是节目今天一开始先跟大家谈的 所以在涨的过程当中 你要有危机意识 该部的股票要往上卖 尽量转到底部涨幅小的个股 尤其基本面还是很重要的 所以金控股的部分 中寿 富邦金 国泰金 这三个股票要注意 这三个股票要注意 尤其这两天如果金融股再转强的话 那么电子股你要更小心才可以 我们来看今天 今天广华又上来了 涨了2.7% 当然指数在指标在高档就不追了 等下来再说 尽量不要在指标高档的时候去追股票 那是很危险的 那汉以伯德今天又来40.9% 指标也在高档区也不追了 因为第一档的进货时期已经过了 今天要华补涨 要华价格太便宜了 可是要小心的是 3月的营收并没有很好 第一季的营收36亿 36亿可以说是最近的2-3年里面 最差的一季 所以今天涨停 价格低人要差 不一定 平本式 可是 既然营收有问题 那尽量等低接 就不再追高了 不建议大家再去追高 今天本来金像店变弱了 中售今天继续涨 中售今天继续涨 20.65了 你看 这个涨上来也40几%了 也没较输 中售就不再多说 每天都跟大家谈中售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 有买就有谈 富邦金也开始加速补涨了 国泰金也是开始加速补涨了 那这三家公司是 金控里面没有受到影响 资产减损没有受到干扰 还持续获利 维持高峰的 所以股价在做补涨是应该的 因为涨幅 除了中售超过40%以外 富邦金跟国泰金 涨幅都只有20%而已 都还严重落后 所以在补涨 那这些行情里面 可以很明显看到 目前小涨的居多 昨天晚上 美国股市的部分大涨 那这里面 苹果 昨天也涨不少 因为苹果据说 降价在大陆销售 卖得相当成功 卖得相当好 所以苹果 昨天晚上涨5% 那今天苹概股 并没有那么强 只有小涨而已 昨天涨最多还是特斯拉 特斯拉大涨了9% 这波特斯拉从350元 涨超过700元 一倍 35元 700元以上 一倍 所以今天特斯拉概念股 很明显的 特斯拉概念股 全部都起来了 茂莲 河大 车王店 都在补涨了 所以就跟大家讲过 茂莲一定会去的 这价钱太小气 现在国安开始在补涨了 国安开始在补涨了 可是拉高中指标 并且在高档 该做差价还是要做一下差价 做一下差价 让成本降低 后面回来会更快 后面上来会赚更多 那利丰也是涨的 比较少 也开始在补涨了 很多高获利的股票 价格还偏低的 都开始在补涨了 那今天5G很明显就开始 有点比较弱了 穩帽 双红 超纵 今天台光店 台光店 因为涨幅只有二十几%而已 所以比较落后再补涨 那其他5G的股票 涨幅都接近50% 甚至于超过50% 那涨超过50%的股票 你就要逢高走 就不可以再追高了 那5G本身来讲 是电子股的一个指标 如果5G转弱 那大盘的部分 你就要小心了 VHQ也在补涨 那太便宜了 那太便宜了 同志 今天又涨停板 涨停并不代表他业绩好 因为他跌得深 已经连亏两年了 股价这次涨上来 又快到50块钱 那这种业绩有问题的公司 我们是尽量不介意 尽量不碰 那你自己要有这样的一个 基本观念 不要看到涨 那就滑滑堆 到买堆都堆到最高的去 然后就无法翻身 航金下来之后就无法翻身 那就很可惜 好 今天最强是在被动元件 我们来看被动元件 今天从华星科快速拉涨停之后 整个被动元件全部都被带上来 那华星科今天为什么会拉涨停 很快开高就拉涨停了 因为公司说要涨价 说今年下半年会供不应求 所以会涨价 那公司一讲话之后 市场当然是膨胀 公司说会涨价 我们不予置评啦 可是我们来看一下日本这边的情况 目前日本的春田制作 这是太阳诱垫 今天只涨0.1%而已 那这波股价 并没有过前高 相对是比较弱的 这是春田 这是太阳诱垫 我们来看一下春田制作所 我们来看看春田制作所 那春田制作所目前 也是只涨1.1%而已 涨1.1% 股价这一波也不够强 奇怪齁 台湾的被动元件在涨价 那为什么日本的被动元件没有传涨价 他们的产量是比我们更大的啊 为什么日本的没有涨价 而且股价不强 那我们的就说会涨价 而且股价涨得特别凶 你看一下春田制作所的图形 春田制作所的图形 对不对 那我们再看一下 华欣克的图形 这是华欣克的走势 这是华欣克的图形 是不是差很多 春田制作所没有过前高 华欣克过前高 国具也过前高 所以国内的消息是比较充斥的啊 那你也不要认为说 消息一定是真的 就像去年第四季的时候 一直说涨价涨价涨到最后 业绩发布出来是衰退的 就崩盘了 所以你自己本身要有一些 啊正确的观念 不要因为市场上啊 讨计啊那共 人云亦云 啊你就跟着一起在疯狂的乱追 今天被动引进当然是最强的啦 可是这是不是真的能够涨价 如期啊 这我是比较保留的一个看法 也提供给大家参考 要有危机意识啊 那今天玉金光涨2% 大力光涨10块钱而已 这次大力光就很弱 大力光就很弱 因为老板说了第二季不好 那也影响到玉金光 量已经缩得很小了 所以这种量缩小之后 它的一个攻击 它的一个上涨 可能就比较容易受限 凯胜反正是比较强的 亏钱的攻势反正比较强 好很奇怪的一个现象 股价跌升 人要插当然没意见啦 可是这种财报有问题的 我们也尽量不建议大家碰 那你如果自己要操作 也不是不可以 爱税利啦 那今天金融股的部分 我们来看金融股 今天金融股的部分 有开始转强的味道了 涨幅2%3%都开始出来了 所以金融股如果转强的时候 电子股 危机意识 你要有爱税利 要小心才可以 那今天防疫概念股的部分 口罩的部分 恒大康拉箱 相对都比较弱 因为电子股把钱一吸走之后 防疫概念股就受到影响 康有开始补涨了 康有开始补涨了 这是生计股里面 防疫概念股里面 涨最少的 这就开始薄掉了 大书役目前在大陆市场上面 在医院里面目前是相当缺货的 所以业绩会持续走高 环球晶 今天目前涨7块钱 你要注意哦 我们来看一下日本那边 信悦跟胜高 信悦跟胜高 目前胜高 目前胜高 目前胜高是跌0.5% 信悦目前跌0.6% 相对也是来的比较弱 那日本大厂在弱势的时候 台北股市目前比较强 所以股价相当会走高 可是日本股市如果 这些相关的个股 涨不上去的时候 那台湾这边 你自己要有危机意识 大家税里可以 那大盘涨到这里来 已经1900点了 涨到1900点之后 记得我一直跟大家提醒的 涨幅超过50%的股票 要逢高走 转到底部刚要起涨的 一棒接一棒 一波接一波 不要追着追着 追到天花板去 那就很危险哦 那今天台子期结算 结算过后 是不是会有一波回档 这个问题你要小心思考 你要特别注意 所以现阶段最安全的 反而是在均控股的部分 尤其中寿 富邦金 国泰金 这三支股票 那其他电子股的部分 不建议大家做追高 起管的要先走 起管的要先走 那下来当然5G还是重点 下来5G 我们重新再规划 重新再布局 那欢迎加入我们 囤积基基欧股的行列 我来找50%的股票 一档一档带大家来操作 囤积基欧股588 我来找最碳钱的公司 股价在低的时候 在底部的时候 我们一档一档来操作 50% 50% 一起来赚 我们的副专线02-2392-3988 02-2392-3988 我们下午见